制度設計的不良 導致大家的虧損 大家的虧損 所以我們感到很抱歉 遭控利用比特幣互助平台 詐騙千萬的失信男子 首度出面接受獨家專訪 因為上百名網友指控 他打著2.5倍獲利 就可以成為千萬富翁 還在LINE跟微信的通訊軟體上 廣邀民眾加入比特幣平台 如此高獲利吸引上千人 進場投資 告訴我們說一枚進去 2.5枚出場 然後而且時間是3到5天 非常的快 到底有什麼魅力一開盤 就吸引網友進場 原來這種互助會 按照進場順序排序 只要一枚比特幣底下 排滿3枚比特幣 玩家就可以領回2.5枚 另外0.5枚則列為平台收入 短短兩週 平台就獲利1600枚 價值超過新台幣2000多萬 有的玩家前幾天有領到獲利 還因此加碼進場 7號 8號都有領9 11 又連續投10幾顆 當你進場的時候 你幫助了前面的人出場 但是當後面的人沒有進場 你可能出不了局 這個都是我們一直有在裡面 告訴大家 他開整體事件時間軸 3月6號開盤之後 3月7號 3月8號 都能正常發放紅利 3月9號進場量達到最大 不過3月10號開始 隨著負面謠言出現 禁單萎縮 導致出場獲利的比特幣減少 3月16號平台公告 將要暫停禁單 導致許多玩家以為受騙上當 因為他有說就是要大陸那邊要進場 然後一直有大單 騙我們這些不知道說大單到底在哪裡 並不是說我們不去對接大陸市場 當他們進來的時候 他們發現這樣的速度這麼慢 加上台灣這個搖遠滿天飛 他們當然不敢進來 對於玩家困惑 施先生選擇說清楚 10多天忙於和解 將要把平台收益攤分給玩家 等於1枚回收16% 並且自行到警局說明 目前已經和600多名玩家和解 由於還有許多玩家 希望能拿回全額本金 施先生也承諾持續溝通 希望能讓整起世界盡速落幕 記者嘉明 劉思偉 台北報導